另外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执行天舟五号飞行任务的长征七号摇六运载火箭 已于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七号摇六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当前空间站建造已进入收官阶段 按计划年底前将实施孟天实验舱天舟五号 神舟十五号飞行和神舟十四号返回等四次任务 完成空间站建造 目前执行上述任务的飞行产品均已进场 文昌航天发射场两舰两舱船同时在场区进行测试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同步开展载人飞船发射和回收任务准备 测控通信系统陆海天接力 全天候职守保障空间站安全稳定运行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载轨出差过半 神舟十五号成组正在加紧训练 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扎实稳步推进 取得阶段性成果 神舟35点×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